好,現在我們轉體打開之後我們馬上來試一下 你看,一打開之後有很多的範本 那你從左左邊呢,你也可以看到這裡 它有分門別類 當然如果你用的是大陸版本的話 它左左邊就是中文的 左左邊就是中文的,反正沒關係啊 各位看你懂就好了 你可以找看看有沒有你覺得比較喜歡的 那你每滑過去一個 比如說我覺得我比較喜歡中國風的 你就點一下 它會從網路上做一個下載的動作 但是我們這邊很快 所以不用等太久對不對 好,各位先不要急 選了範本之後,不要馬上就開始弄 因為先看一看 你才知道你到底選了什麼樣的東西啊 從這邊,右上角這裡 有沒有一個叫做預覽當前 我們就來預覽一下 看看說你到底選了範本怎麼樣 好,我們就play一下囉 這樣可以喔 順便介紹一下 如果你真正 我們真正在簡報的時候 右下角這裡 有沒有覺得有一支筆 你應該知道 泡沫有沒有筆 各位 這位同學你搖頭的耶 我有點懷疑你泡沫沒用過喔 泡沫可不可以叫筆出來 可以對不對 對不對 但是呢 你通常就是按右鍵 不然就是 沒有那麼豐富嘛 所以如果說 你要這個的 自己用一下 有沒有 那重點是他的 我記得沒有錯他筆記是會留著的 如果你這個 再打開 有沒有還留著 泡沫也會留著 對不對 只是他問你要不要保留筆記啊 沒錯吧喔 有印象的喔 好,反正這邊也有 不要的就拿掉 有沒有問題 你看我們用這個 有沒有有點感覺的 跟我們一般的簡報哪裡不一樣 差很多啊 對不對 所以你要跟老師講 你已經三天三天沒睡覺 沒那一首歌應該會吧 你努力很久才有做好啊 叫他下次不要再找你報告了 這樣有沒有簡單 所以你第一個動作 先看一下到底 你選的那個範本 喔不OK 萬一你選的不OK 你想換怎麼辦 對啊當然要換啊 但是不用關掉軟體再換好嗎 請看一下這裡 有兩種方法 一個是直接回首頁有沒有 就回到剛剛那裡 那當然這個就不要了 另外一個 如果你覺得 我好想再比較看看 我們現在網購不是都這樣嗎 購一個喜歡的 再購一個來兩個比較嗎 請按新鍵 這樣可以嗎 因為FocusEye可以同時開好幾個 所以如果說 我就 這個我先暫時留著 考慮一下 我再找一個 你看下面這裡 請問他有沒有在 這樣了解了齁 但是你 你開五六個要看你電腦行不行了齁 行不行要看你們家的臉色好嗎 好 所以你就可以再挑其他的 你找看看 我想這個 就點一下 原則上我們這邊應該是 不會太慢 那當然 每一個範本的那個 簡報的 他給你那個 簡報的數量會不一樣 所以下載時間也會不同 看起來裡面有哪些素材 那你選好了之後呢 你就可以稍微 等一下我們再解決就是 中文的問題 好不好 好啊你先挑一個你喜歡的 因為你挑好之後 你就成功一半了 那不是這樣 內容你要自己負責啊 可是設計的部分 我們已經幫你準備好了嘛 內容如果都要老師做 那你就完了 對不對 內容是要靠你努力的 可是你把呈現的方式 能夠做到最好 這個 就可以達到不一樣的吸睛效果 OK